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WebDuno主要的程式的編輯介面 就是這三大平台 那麼這三大平台的話呢 首先左邊第一個就是最簡單的 最基礎的也就是說 這個是不需要做所謂的註冊的動作 您直接連到這個網址就能夠馬上用 好就馬上用 那因為它是免註冊的 所以說目前來講 它另外一個我們看第三個 這邊這個是需要註冊的 註冊 可是它的好處是它有比較完整的程式積木 我們現在免註冊的就是它提供的主要是以基本的為主 那你要比較完整的 比如說老師您需要就是Google試算表功能的 您就必須要用右手邊這個註冊的 那這個地方呢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您可以針對您的裝置做管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方法是 你用基本的方式 假設我已經知道你的設備ID名稱 你可以超過我也可以操作 所以設備ID名稱被人家知道之後 你就 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它的主人就對了 那如果你是用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幫裝製作認證 那這樣子你就不用擔心說 這個設備如果ID被人家知道了 有沒有問題 因為一定是你認證過的才可以使用這樣子 所以各有優缺 那以一般剛開始教學 我們大部分都會先從左邊這個開始 都會先從比較基本 因為不用註冊的話 其實對學生也沒有任何困擾 連上網頁就可以用了 而且它一樣可以產生獨立的網址 就是說你設計好之後 我就產這個專屬的網址給你 你只要把這網址貼出去就可以用 這是這兩個有註冊跟沒註冊的差別 那麼在一般剛開始的時候 我通常會更喜歡用這個 叫做模擬器 因為沒有硬體 虛擬的也可以玩 這個對尤其是對硬體比較不熟悉 非電子電路科系的同學來講 蠻有幫助的 可以降低它對於這種設備的恐懼感 因為上面燈真的會亮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可以進到 那這個也是免注冊的 只是說它目前板子就只有UNO而已 原件的部分 我們今天用的 有好幾個都在上面 目前還在開發中 不算太多 可是至少 對於我們一般的使用是足夠的 一般使用是足夠的 那我們呢 待會進去這個broccoli broccoli它的網址在這邊 broccoli.webduno.io 您可以直接從這邊點進去 從這邊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 那我們要先虛擬一下嗎 哈哈哈哈 我們先虛擬一下好了 所以我先略過這個 我往下走 其實介面基本上都一樣 介面基本上 我先講一下這個broccoli的介面好了 因為它三個平台 雖然是三個平台 但是基本介面都一樣 首先您看一下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裡有一個叫O 一個叫S對不對 那S就是我們它針對 特別針對什麼 Smart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顆 Smart的部分 因為它有獨立出來 有獨立出來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般 就是學校裡面算是 可以負擔費用比較 呵呵 相對比較低的 這個相對比較低的 好 那 點到這邊 這一個的話呢 它就是 積木就是以S為主的 就是Smart為主的 那如果是ALL 就是全部的都可以用 全部都可以用 那麼 再來呢 我們的主要積木 裡面進來之後呢 進來之後 一樣就可以拉到我們中間這個 編輯程式 積木的地方 編輯程式的地方 那 因為WebDuno是以JavaSquip網頁的 程式為主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積木拉進來之後 所產生的那個JavaSquip在哪邊 它的整個完整的內容 那你往右手邊這邊呢 往右手邊這一排 往右手邊這一排的話 您首先會看到這一個叫 一個閃電的 這個是檢查裝置的狀態 因為我們需要連到網路上 所以呢 你點 待會呢 您可以打開這邊之後 如果真正我們有硬體設備的時候 在這裡就可以直接 先確認到底裝置有沒有連到網路上 這樣你才不會說 奇怪我有做怎麼都沒有效果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去做判斷 那麼另外呢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就是 互動的區域 這裡有互動區域 比如說像您現在看到我在這邊 像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個互動區域 所以我點一下 燈 有沒有就亮起來 那就可以跟我們的程式積目來做判斷 這樣子 好 這個是待會呢 我們會給各位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 如果您想要 如果您想要用手機操控的 這個地方 可以產生QR Code 您就用手機掃描之後 就可以在手機上看到 我們這個網頁互動的介面 網頁互動的介面 所以您看這邊 像我剛剛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掃描之後 產生一個QR Code 有沒有 掃描完 你手機上就是看到這個 就會看到這樣的介面 你就可以直接操作 反正就是網路已經上到網區網路了 那當然如果您要更完整的程式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這裡 您就可以看到我們網頁裡面的 HML CSS 跟JavaScript 那這些就可以拿到我們自己開發的頁面裡面 真實來用 也就是說您可以不用 一定要在我們block裡面這樣的介面 您今天如果是自己的專題 有自己做的網頁 它可以跟您的網頁整合在一起 就不會跟它打架的這樣 那右上角這邊呢 您可以看到我們在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程式的執行 右上角這一個 程式的執行 如果您最後 我這個寫完了 我需要一個什麼 獨立的網址 您可以在右上角這邊按一下 它就會產生一個專屬的網址 所以您只要像這樣 比如說像我們在簡報裡面 我都有把一些我們的一些範例 這範例 有一些範例 我都把它獨立在下面 那你就可以直接連過去就好 那麼這個呢 現在您所看到這種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不用註冊就可以馬上使用的 就可以馬上使用 當然 剛剛有講過 它的積目的這些內容 稍微比較少 比如說你看資料庫這個地方 有沒有只有Firebase 您就看不到那個Google試算表 因為那個部分是屬於註冊的那一塊 好 註冊的那一塊 這樣導致對這個 巴克里基本的介面 應該就比較熟悉了 那請您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您的程式有變更過了 記得 如果像我現在是不是在執行中 一定要先停止再執行一次 就是程式有變更的話 一定要停止再執行一次 這樣才不會說 奇怪為什麼我測了沒有作用 像我現在這裡有一個設備 有沒有連上線 它就變成這個 就變成綠色的 如果你沒有連上線的話 它就變紅色 好 這邊變紅色的 好